台北市8号新增了54例本土个案 其中有两例的确诊足迹 曾经到过信义区的夜店 其中包括了Icon、Clash以及Wave Club 副市长黄珊珊也说特定的娱乐场所 因为互动比较亲密容易交叉感染 连加期间民众晚上出门嗨 4月2号到4月4号陆续都有确诊者 到过信义区夜店 只是加上7号公布的9间酒店 累计12家娱乐场总共20例阳性确诊 让柯文哲市长决定祭出重罚 台北市到八道行业零减的时候 就会要求你要能够提供证明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罚业者 3000啦 那一直加 加到第四次就已经15000了 不过是这样啦 罚15000也许杀伤力不大 我们开始跟以前一样寄点 寄了几点以后我就把你停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的9间酒店中 有将近6成都在林森北路 其中包括龙森酒吧 富贵酒店 君瑞酒店 百达菲利市厅公司 以及金昌酒吧 转格湾到锦州街 还有皇冠酒店 也在确诊足迹名单中 另外南京东路的 京拿都商务会所 松江路威士登商务会馆 还有位在宗孝东路上的 世蒙百新商务酒店 也都有确诊者曾经到访 只是酒店区警铃客人工作人员 跑店情况下 北市也指出感染源很难查 酒店的相关的群聚 有一些人他们之前 有一家帝都就是从基隆那边过来的 所以是不是在这中间 他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在这边 互相再去交叉感染 目前为止大部分都还是 有感染源的状况 富质省黄山山也指出 8号确诊个案中 16例有感染源 38例还在疫调中 其中中山区北投区确诊比较多 目前北市疫调目标 市长强调快比完整还重要 全力防止疫情蔓延扩散 TVBS的缺终群领利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